好,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场,第一局上半场,狼队打斗舞 这个选点绕一圈过来抓的是陈仔的墨尔斯 其实对于宠爱来讲是有点亏的 因为这个墨尔斯他被抓其实是求生者的一个战力担当 上线呀,这墨尔斯你得打几刀啊 应该是想要去赌一手选点来看看能不能赌得到 先知没赌到吗,那这边只能是见谁得谁了 但这把宠爱上来抓墨尔斯,我觉得斗舞机会灭还是有的 这个墨尔斯玩好了一只鸟,外加三次路易也全部玩出来 得到一分半了,一分半是起步时间 这边算了算了算了,不给你玩了,看到先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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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找到先知呢,总比抓这墨尔斯好 先这边交飞轮,这个差很多的,你抓了墨尔斯 关键墨尔斯的这个角色他不仅仅是前期六的强 他救下来还有二六的,这兄弟抓他你就想当于什么呢 爆了颗炸弹在手上面,你不知道他随时引爆的 一旦引爆,好 就直接炸裂,好的,这边的话白纸的鸟也顶得很不错 前期的一个击倒,这边 有点久了对于重玩来讲,第一台机子要修完了 一个砸板子,漂亮呀 这先知说我可不是软柿子,虽然说我这个角色你是最想抓的 但我的操作 先知这边在吸鸟,好家伙,大哥还吸鸟闪现一刀 完了,完了,完了,一个翻窗加速,先知鸟还差大概百分之,哎 也就是说这边野人救一波博命,第二波来救人是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压击救人的 虽然说这个先知没有飞轮双弹 但这个先知他有可能吸出下一只鸟 这只鸟如果留到开门战,四人开门战 不说去争胜吧,宝格平对于斗舞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好了呀,这一下关键还断了 那这边野人无伤救,野人无伤救意味着什么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消息,野人可以再救一波,这边要追到野人 必须追到野人,要不然你待会过来救人 但是现在这道野人追完以后再去追先知呢,先知鸟已经差不多吸出来了 身位也拉开了,待会博命结束 等于说这波是有二六的 看开门战了,我依稀记得当年宠爱在这张地图 是出现过四人开门战 四抓的还是三抓的 就是八百米迁徙 哎呦,这边的话先知顶鸟 这波鸟顶完,求生者这里的话先知还有一个飞轮 其实这只鸟我觉得留到开门战脚会不会好一点 飞轮再翻 白纸今天是大力水手吃了菠菜吗? 这么顶的吗?这个先知 想一想啊,现在的话呢就求人这边救人救完人以后帮忙扛一刀 呃,起点这边的车是没有动过的 也就是说这边还有坐车的可能性 拦住啊,这边拦住承载 但是求人这边,我估计圆丁陈某人也会赶过来啊 陈某人这边估计也会赶过来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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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陈某人压机,野人天门啊 那就是一个人就,一个人就木偶尸 这里吃正受救人,其实也行 一刀打在木偶尸身上 好的,先知这边一个翻 密码机直接点亮有加速 没有飞轮 先知这边选择跟你玩板子 玩不动了吧 呃,这一手机到人挂上的话 那边野人的门其实还应该差个那么一丝吗? 门开了 一刀打在猪上面 好,另外两个人回头 呃,这一波 我觉得啊,主要就先知那只鸟 其实交的有点可惜的 那只鸟就是如果不交 它就吃刀倒地 然后救下来以后再顶鸟亮机 可能有更多的操作性 因为从最后的结果来看 这边还是要再来救一拨人的 对,那个鸟留着应该是会机会面更大一点 这边的话是顶顿跳地窖 但是那边的门还没有开啊 门还有一段时间被有个翻窗加速 翻窗加速 这边木偶尸赶紧走 沉默人 沉默人 这边盾也交了 窗台也交了 没东西了 回溯 再绕 倒了 有点可惜 确实是如果流鸟 我感觉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不得不说在操作层面上面来讲啊 斗仁今天是压制住了宠爱的歌剧演员